面粉属于非必要物资 面粉怎么是非必要物资啊 你面粉买回来干嘛呢 面粉买回来吃啊 这是我想作为志愿者团长 免费帮小区居民团购一批面粉 向居委报备时居委给出很明确的回复 面粉属于非必要物资 他没有吃过面粉我可以理解 但是并不代表他就是非必要物资 经过交涉之后 我才得知由于以下两点原因 导致面粉属于非必要物资 所以不得团购 第一 他说他的上级单位已经指定了供应商 下午要开团 统一团购面粉 所以就禁止我不要开团 本来我也不想参与这个事情 鉴于很多人都缺乏必要的面粉等生活物资 我也是通过内部关系联系到了一海家里 从厂家直接拿货 而且中间不加一分钱差价 都是自己搬运 自己风发 第二个原因 小区局势已经向好发展 由于我团面粉而导致小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这个责任我是否承担得起 我就在想我是处于对物业以及对居委的尊重 我就选择向他们报备 现在小区有很多非志愿者团长 他们都在团购非必要的生活物资 请问这些团长是否也在居委进行了报备 本来我前期的视频几乎都是非常的讨厌团长 现在看来是我肤浅的 再次也向志愿者团长们表示感谢 你们辛苦了